静雅思听 让智慧也动听 雅尔塔第31章 罗斯福去世之后 他们在近五十分开始集合 这是一个舒适宜人的春日 根据一些估计 将近有五十万人在宾夕凡尼亚大道排队 从联合车站以礼到白宫长龙近一英里 还有数千人守在白宫对面的拉法叶公园 警察被迫必须推挤群众往后退 有些人不到三个月前在此地见证罗斯福打破先例 第四度宣誓就任总统 而今却前来到往 罗斯福总统在两天前 1945年4月12日 与乔治亚温泉市的别墅逝世 他先在纽约上州海德公园的庄园住了五天 才趁3月29日转到温泉市休息 总统此时已经精疲力竭 健康也明显走下坡 但没有人预料到他会骤然去世 埃利诺罗斯福当时正在华府 苏格瑞福俱乐部参加慈善活动 接到消息大为意外 60岁的副总统杜鲁门被请到白宫 由艾连纳告知总统已逝的消息 也大吃一惊 明显大受震惊的杜鲁门 在罗斯福过世之后几小时 宣誓接任总统 他签署的第一道命令 即是宣布国商日 故总统的遗体于上午10点钟 由火车送到华府 下午4点钟在白宫东乡 办了追导仪式之后 灵鹫又移回火车上 全国上下一致举哀 有200万民众到车站 向他们敬爱的总统告别 葬礼于次日在海德公园举行 在华府 罗斯福的友人郑迪都试着评价他的去世 罗斯福的共和党对手 也和他的民主党盟友一样 宽宏大量地评价他的成就 密植安州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范登堡 对民主党政府一向批评不遗余力 却说已故总统在美国史世界史留下不可磨灭的痕迹 后来激烈批评亚塔协议的俄亥俄州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 罗伯塔夫托也称谈罗斯福是我们这一代最伟大的人物 他之死犹如战争英雄 因为他的确为美国人民鞠躬尽瘁 在莫斯科自称非常痛苦的斯大林 向前来报丧的哈里曼大使表示 罗斯福总统已经去世 但他的大业必须长存下去 新任总统杜鲁门宣誓后头几个小时 急欲向国人及世界宣誓的也是这个讯息 杜鲁门授权在罗斯福死讯传出之后 第一个赶到白宫的斯大迪纽斯 向新闻界发表声明 向美国及全世界保证 已故总统的外交政策将宗旨不变持续不断 在这罗斯福遗体的火车专列开到华府这一天 纽约时报已经报道 新任总统的友人 相信新政府将采取略为中间偏右的路线 不论它对国内具有什么意义 在国际上 这代表对苏联的政策 相对东欧的命运会有比较强硬的立场 4月13日 杜鲁门听取斯大迪纽斯有关美苏现阶段关系的简报后 指示国务卿 我们在这个关头必须向俄国人硬起来 我们对他们必须不能太宽松 杜鲁门对外交事务是门外汉 在应任大卫之前经验也乏善可陈 他有自知之明 也不隐藏在如此历史关键时刻 要掌舵国政的不安全感 虽然经验不足 以承担罗斯福玩起来游刃有余的复杂的外交游戏 他决心全力以赴 新任总统决心以果决或仕途表现的果敢 来克服自己的不安全感 并且决心凭直觉做反应 宁可清晰不要复杂 在现阶段环境下 强硬对待俄国人似乎是合宜的政策 杜鲁门对待苏联的新作风 令政府里的修正主义派大为宽心 这一派人士主张对苏联政策要强硬 但说服不了罗斯福采纳他们的主张 修正主义派来自国务院的俄国通 现在以哈里曼大使为首 罗斯福死后 哈里曼兼程从莫斯科赶回华府 唯一目的是觐见新任总统 他在4月20日向杜鲁门报告 坦白地说 我急忙赶回华府的目的之一是 担心你不了解斯大林正在破坏协议 这一点罗斯福是明白的 他警告杜鲁门 就是一场新的满足入侵欧洲 哈里曼气愤苏联在波兰采取片面行动 又不满莫洛托付拖延组织波兰新政府的谈判 决定忘掉在亚尔塔达成的协议最多只能说是含糊其词 留下各自表述的空间 他本人在亚尔塔会议结束时也曾经承认 他必须在莫斯科从底下开始重启谈判 哈里曼在4月23日和杜鲁门总统及其最亲信的顾问会商 总统即将和莫洛托付见面时应采取何种立场 哈里曼坚持说 斯大林违背了亚尔塔协议 战争部长斯蒂姆森认为 哈里曼如此强硬 是因为他和迪恩将军都被俄国人长期以来 在许多小事情上耍的动作惹脑 动了肝火之骨 斯蒂姆森却觉得苏联在军事事务上说话算话 莱西上将也没被哈里曼的论据说服 他说他在离开亚尔塔时 认为苏联不会同意波兰出现自由派政府 并且亚尔塔协议是容许各种不同的权势的 4月23日下午 杜鲁门接见莫洛托付时 显然带着哈里曼对协定的权势上阵 罗斯福过世后 斯大林决定变动苏联派赴联合国会议的代表之层级 改派莫洛托付到美国 这不仅是向已故总统表示尊重 也有借机打量 评估新任总统的意图 莫洛托付到了华府 在会见杜鲁门之前 先和斯大迪纽斯 及因公来到华府的爱登一谈 不料他们为波兰问题吵了起来 爱登和斯大迪纽斯想达成他们的大使们在莫斯科完成不了的任务 说服莫洛托付需要邀请波兰民主党派代表到莫斯科共商国事 并且把他们纳入新政府 他们的努力没有效果 杜鲁门经过爱登的建议 又有哈里曼及其他政府官员的鼓励下 一间挑起责任 要求苏联外交部长必须遵守雅尔塔协议 杜鲁门一再强硬地表述他的要求 根据替他传译的暴林的说法 莫洛托付回答时 脸色铁青 杜鲁门在回忆录中写下 他确实用什么话教训莫洛托付的经过 他说 莫洛托付表示 我这一辈子还没人敢这样跟我讲话 杜鲁门反驳说 旅行协议 你就不会被我这么数落 美苏有关这次会谈的记录里 都没有这样的字句 不论实际措辞如何 杜鲁门接见莫洛托付的这场会谈 讲话一定非常不重听 斯黛吉纽斯和其他在场人士也证实了这一点 莫洛托付晚年也回忆起这段对话 他在1970年代初期说 我们第一次和杜鲁门交谈 他竟然以蛮横的口气和我说话 我心里想 他是怎样的总统啊 我说 如果你用这种口气和我说话 我就不跟你谈了 他稍微收敛了一下 他具有强烈的反苏心态 因此他采用那种口气说话 他想展现谁是老大 这次对话显示出美苏关系调性变化的转折点 但他并没改变其方向 也没对苏联的波兰政策立即产生冲击 莫洛托付不肯退让 毕竟在苏联当家做主的是斯大林 不是他的外交部长 这一点杜鲁门还不懂 空气是什么 我为什么会生病 为什么会有战舟 什么是政治 孩子们固执的未提出的问题要一个解答 如果你说不出 就让诺贝尔得奖者们替你给小问号们答案吧 小问号举大头脑 问题来了 难不倒 静雅思听 让智慧也动听 亚尔塔第三十一章 罗斯福去世之后 二 作者普洛基 译者林天桂 朗读者友谊 1945年春天时 斯大林还没有对如何处理东欧的征服成果发展出清晰的概念 他认为苏联的经验很独特 在苏联西边的国家暂时还不需要建立苏式的一党专制国家体制 他想象共产党可与其余左倾政党在所谓的人民民主之下共存 这些过度性质的政府将替共产党完全接管国家铺路 或许可在十到十五年内达成目标 他在1945年3月告诉铁托说 今天即使在英国君主制之下也可能出现社会主义 不见得到处必须搞革命 他在1946年5月与波兰政府领导人会谈时发展出这个主意 在波兰并没有无产阶级专政 你们也不需要他 你们在波兰 在南斯拉夫和一部分的杰克斯洛伐克已建立的民主 是让你们更接近社会主义 又不必要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或一套苏维埃制度的民主 斯大林心中绝不含糊的则是 这些新国家必须在政治上战略上和苏联连接 并在他专属控制之下 在大战的最后几个月 只有罗斯福大声反对把欧洲划分为利益范围 又极力推动联合国 似乎才使斯大林不敢宣布他在东欧的意图 唯有在罗斯福促世之后 斯大林才决定向杜鲁门提起苏联驻军东欧的主张 1945年4月24日 即红军部队禁抵柏林市郊那一天 斯大林致函罗斯福和丘杰尔 把波兰问题公开端上台面 他说 你们明显不同意苏联有权利在波兰寻求一个和他友善的政府 苏联政府不能同意在波兰存在一个对他有敌意的政府 这是苏联人民为了解放波兰在他的国土流血牺牲所挣来的权利 我不晓得希腊是否成立一个真正有代表性的政府 或是比利时政府是否真正是个民主政府 这些政府成立时 苏联没有受到咨询商谈 苏联也没有主张他有权利干预这些事 因为他了解比利时和希腊攸关到英国的安全 我不能理解为什么在讨论波兰时 就不也考虑苏联的安全利益 我们不能不认为 美英两国政府事先已对于苏联有最大利害关系的波兰达成协议 使他的代表陷于无法容忍的地位 也试图对他下命令 丘吉尔4月28日回了一封长信 开头先讨论苏联的波兰政策 结尾是检讨英苏有关巴尔干协议的状况 丘吉尔写道 我必须说南斯拉夫的状况根本没能让我 有我们两国无误对分协议的感觉 铁托元帅已经成为彻头彻尾的独裁者 他公开宣称他主要向苏联效忠 虽然他允许南斯拉夫皇家政府人员加入他的政府 他们只有六个人 而他自己的人马有25人 我们的印象是 重大政策并不找他们咨询商谈 他已经成为一党政府 丘吉尔也说明他对百分比协议的了解 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虽然苏联势力独大 但西方代表不应被完全排除在外 丘吉尔写道 我方认识道 当我们必须以重武装部队对付希腊人民军对雅典中央政府攻击时 你对我方的体谅 我们也一再指示下去 你们在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的利益独大应受承认 然而我们不能被完全排除在外 我们也不喜欢你在这些国家的部署对待我方人员 和我们高层得到你的和气对待迥然不同 丘吉尔宣称 在希腊这样的国家 英国势力独大 但英国只志在建立秩序举办选举 英国会接受希腊人民 以民主程序产生的任何形式的政府 英国和美国于波兰所期待的也是如此 但是苏联却阻碍波兰成立新政府的咨询商谈 丘吉尔写道 根据我们在克里米亚的共同决定 这个临时政府将保证 以普遍投票权及秘密投票的基础 尽速举行自由不受约束的选举 所有民主反纳粹的政党都应有权参加 并提出候选人 可是这一切迄今都无从向前推进 莫斯科也阻挠西方代表访问波兰 丘吉尔指出 苏联代表在英国占领的国家就不会受到这种待遇 英国和美国都不预备在波兰接受低于 有全面代表性的民主政府之安排 丘吉尔写道 我们不能接受把南斯拉夫模式作为解放波兰问题的指针 我国或美国在波兰都没有任何军事利益或特殊利益 我们所要求的实质事情就是应该受到友好国家往来应有的常态对待 丘吉尔和斯大林对势力范围有完全不同的认知 英国首相视之为势力地区 但不是完全主宰 斯大林则视之为具有独占排他管控权的地区 而美国则完全排斥把欧洲划分为势力范围的主张 这是美方长久以来的政策 但是美国新任总统对于已经进展了一段时候的程序 其实也无能为力 最后他只能接受政府若干人事的政策 他们的结论是和苏联打交道 唯一可行之道是建立势力范围 这一派意见在1945年夏天成为美国政府的主流主张 但是至少有一位国务院官员在罗斯福去世之前就已经预备接受他 他就是乔治·凯南 亚尔塔会议区间 凯南留守住莫斯科大使馆 代理管务 他写了一封信给好友鲍林 表示苏联一定会从牺牲东欧及中欧国家利益上 得到他努力作战的报酬 这将是我们能替自己 以及我们的欧洲友人做到的最好的事情 也是我们能在战后 站在尊严稳定基础上重建生活最诚实的做法 凯南甚至预备接受瓜分德国 以及以若干英国同僚建议的方式成立一个西欧联邦 1944年中期 凯南以一篇冗长备忘录 谈论过去七年苏联外交政策的改变 他很气愤苏联企图在东欧建立一个附庸国家地带 到了雅尔塔会议期间 他认为这已经无可避免 事实上 从道义及实物观点 也是最好的解决方法 丘吉尔第一个了解到战后新兴世界的危险 将来的世界势力范围不依相互协商好的百分比去界定 而是以难以跨越的意识形态和文化差异去界定 他担心文化上的误解和误辜会导致未来的冲突 他在4月28日发给斯大林的长信中预言 展望未来 你和你主宰的国家 加上其他许多国家的共产党归于一边 而那些像英语国家及其属地 自制领靠拢的国家画在另一边 其实令人相当不安 丘吉尔提出一个他力图避免的未来图像 很显然 他们的争执会撕碎世界 而我们在任何一边的领导人若涉及于此 都将愧对历史 即使展开一段长久的猜忌侵犯和反侵犯 或是相互作对的政策也会是灾难 危害到唯有我们三国团结一致 才能达到的世界繁荣之伟大发展 我希望我由衷倾诉的这些话 不会冒犯你 如果有请告诉我 我的好朋友斯大林 拜托你 千万别低估 在你或许是小事 在英语民主国家 却视之犹如性命的 象征之间所出现的分歧 从实物而言 英国和苏联的政策 都导向类似凯南所预见的情况之实现 美国新领导人需要一段时间来理解到这个事实 从而设法妥善面对 欧洲战事进入尾声 同盟国也碰上新问题 盟国举与上升 有一个明显迹象 大家连战争究竟在哪一天正式结束都无法取得共识 西方盟国于5月8日宣布胜利 苏联则在5月9日才宣布获胜 胜利日有差异不仅在外交上产生影响 墨曼斯克港里的美英军舰 因为没被苏联支会以5月9日为胜利日 把苏联升空庆祝的大气球 视为来意不明的目标 开火击落 苏联驻华府大使馆后来召会美国国务院 因盟军开火有一人丧生多人受伤 盟国彼此之间的误解和歧见还不仅于此 现在丘吉尔已阴沉地思考另一场战争的可能性 这一次是以苏联为对手 美国军方也有人讨论到与苏联交战的可能性 前任波兰驻苏联大使 史丹尼斯劳·科特从1945年5月的联合国会议 向米克拉奇克报告 和俄国开战的想法 据说在美国的有力人士圈中越来越得到支持 尤其是陆军和海军的影响力日益上升 科特特别提到海军上将切斯特·尼米茨的太太凯瑟琳 她本人并不以聪明出名 且常常抢着替老公做对外发言 据她说道 美国现在比从前经历过的任何战争之后都更加的强大 至于俄国现在相当的弱 改革开放到今天很多人的看法产生了分歧 你怎么理解 温饱问题解决只是第一步 思维能力更重要 国际民退可能带来什么后果 这是中国法治进程的根本挑战 如何理解中国奇迹 中国发展迅速 但国企改革法治建设依然落后 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陈志武先生将用专业精神与良知把脉中国经济 开启我们的理性思维 静雅思听与您一起用智慧理解中国 用思想认识经济 敬请关注财经最新系列 陈志武说中国经济 静雅思听 让智慧也动听 杨尔塔第三十一章 罗斯福去世之后 三 作者普洛基 译者林天桂 朗读者有意 杜鲁门决定在和莫洛托夫会面时 要坚强面对乃是哈里曼个人的一大胜利 他与五月十日和总统密谈时 更进一步禁言 建议杜鲁门减缩对苏联的租借法案物资之供货 以示欧战结束后美国立场转趋强硬 杜鲁门于次日果真签署一道这样的指令 五月十二日向苏联供货奉令停止 已经在海上的船只也奉命掉头回港 这个政策不仅影响苏联也波及到英国 造成公关上的大灾祸 即使哈里曼也没主张对一个即将投入太平洋战争 和美国并肩作战的国家立刻减缩物资供应 国务院官员最先听到盟友的抱怨和抗议 苏联代办尼可莱诺维可夫 找到副国务卿格鲁抱怨供货中止 格鲁其实参与起草总统的命令 却失口否认和这个行动有任何干系 格鲁在国务院备忘录中写下 我回电给代办告诉他我查问之后 发现这个谣言绝对不实 我们没有终止前往苏联的船只运货 命令撤回供货恢复 总统决定把责任推到包括格鲁在内的下属身上 钟摆摆得又快又急 主张强硬对付苏联的人士 谈官相庆的时刻也宣告终止 租借法案出求之后 杜鲁门预备向政府之外开辟沿路 他找到1937到38年间担任美国驻苏联大使 约斯福·戴维斯请议 尽管在大清洗闹得最炽烈的时刻 驻捷莫斯科 戴维斯此时依然坚定亲疏 他在4月30日首次和杜鲁门谈话 小心翼翼地对财建国莫洛托夫 一心要对苏联强硬的总统讲话 提醒他别太激动 5月13日集租借法案出求后 戴维斯发现杜鲁门比较听得进去意见 星期天晚间在白宫关底的谈话 持续到近午夜时分 杜鲁门也因之决定需要改弦更张 他现在预备派戴维斯到莫斯科去见斯大林 以便发动美苏对话 戴维斯以年老历衰为辞予以晚谢 但开始安排一场新的雅尔塔会议 把杜鲁门和斯大林凑合在一起 面对面谈论世界未来 即使杜鲁门的强硬路线顾问如哈里曼 也感到有必要向斯大林担保 罗规杜随 罗斯福的对苏政策不变 哈里曼建议 以前朝遗老及外交政策的代表人物 霍普金斯为总统特使去见斯大林 此时的霍普金斯其实已经病情极为严重 仍然勉强抱病陪同哈里曼回莫斯科 5月底6月初 经由和斯大林一连串会谈之后 霍普金斯终于解决了 使莫洛托弗、哈里曼、科尔委员会陷入僵局的问题 但是这个解决方案要依照斯大林的条件 根据他对协议的诠释去执行 斯大林告诉霍普金斯说 在雅尔塔已经协议好现有政府要改造 任何人稍具常识都可以看到 它的意思是现有政府是组织新政府的基础 对雅尔塔协议的其他了解都不可能被接受 尽管俄国人一向单纯 可不能被当作傻子 西方人经常犯这个错误 斯大林同意邀请伦敦波兰政府人士 包括米克拉奇克以及波兰境内民主人士前往莫斯科 谈判如何组成波兰新政府 他们同意西方所推荐的八个人选 霍普金斯把名单报回华府 他争取不到三月底遭苏联当局逮捕的利奥波德 欧库利斯基将军及令15名地下运动领袖的获释 政治局全集决定把他们交付人民公审 演一场政治秀 杜鲁门丘吉尔和米克拉奇克 仍然接受了霍普金斯所过旋出来的协议 霍普金斯在莫斯科不时咨询凯南的意见 凯南并不主张美国实质介入苏联的势力范围 因为他会使美国承担起苏联在波兰政策的责任 但是凯南也承认霍普金斯已替美国争取到最好的结果 霍普金斯离开莫斯科不久 双方同意的名单上的波兰民主领袖飞到莫斯科 几天之内他们就波兰新政府的组成达成协议 这是期待已久但未有结果的胜利 丘吉尔在信上向杜鲁门抱怨说 霍普金斯交涉来的协议是 在我们根本不该被要求爬上去的山上树立的里程碑 在杜鲁门眼里 雅尔塔协议总算实现了 美国于7月5日承认波兰新的临时政府 阻挡前往最后和平会议的大石头终于移走 这是戴维斯主张的修好政策之功 因此陪伴杜鲁门出席下次和平会议的 是戴维斯不是哈里曼 会议在柏林市郊的波茨坛举行 而他位于红军占领区之内 杜鲁门在前往波茨坛之前接见中国外交部长宋子文 告诉他在雅尔塔达成的秘密协议 杜鲁门告诉他的访客 美国需要苏联对抗日本 暗示雅尔塔协议将受到遵行 中国若想向苏联交涉更好的条件 得靠自己去争取 宋子文所能做的事 问国务院官员 究竟在雅尔塔协议条文中 所谓的应考虑赋予俄国在满洲最大利益是什么 格鲁没有答案 他告诉宋子文 我没有出席雅尔塔会议 这些事情将在三巨头下次会议时搞定 杜鲁门于7月7日出发前往波斯坦 以总统身份首次跨大西洋出访之前 他先到旧金山访问 见证6月26日联合国宪章的签署 宪章旋即放进一个防火保险箱 配上降落伞 由西斯搭乘陆军专机送到华府 在于7月2日 由回到首都的总统送到联邦参议院 同一天 参议院通过杜鲁门提名的贝尔纳斯 出任国务卿知人事案 贝尔纳斯的任命案于6月30日公布 稍早斯带迪纽斯已经被发表新职 出任美国第一任驻联合国常任代表 新总统非常敬重贝尔纳斯 贝尔纳斯出席亚尔塔会议 在他眼里已构格成为外交政策专家 莱西上将和鲍林都曾经出席亚尔塔会议 现在陪同杜鲁门搭乘重型巡异舰 奥古斯塔号前往欧洲 杜鲁门身边都是陪同罗斯福 出席亚尔塔会议的顾问 他的最高优先议题也是一样 苏联参加对日本作战的问题 对杜鲁门而言 波斯坦会议始于7月16日丘吉尔的到访 比正式会议提早了一天 杜鲁门和罗斯福不同 并不犹豫是否应该私下先和首相碰面 他希望和斯大林建立良好关系 但并不想借由清曼英国首相来讨好斯大林 丘吉尔急着要会见罗斯福的继任者 以便立刻评估他 他后来告诉莫兰医生说 他是非常坚毅的一个人 他不注意细腻微妙之处 只坚定地站稳脚步 丘吉尔施展浑身限述 称赞美国的世界角色 杜鲁门不为丘吉尔的奉承所动 决心不受这个经验老练的政客所操弄 自从他上任以来 两人即频频通信往来 杜鲁门起先也和丘吉尔一样 关切苏联在东欧的行动 但后来慢慢地对丘吉尔的用心起疑 戴维斯于五月底奉杜鲁门之命 到伦敦安抚丘吉尔 他向总统警告说 丘吉尔在欧洲玩昔日的权力均衡把戏 希望美国协助英国占上风 即使涉及到新的一场战争也无妨 丘吉尔来到波斯坦时 远比以前更关心苏联的威胁 也完全认识到英国要影响大局的力量有限 他在会前争取美国支持的努力 似乎没有太大效果 丘吉尔在电报中首次提到后来名垂历史的隐喻 铁幕即将笼罩半个欧洲 但他似乎影响不到杜鲁门 杜鲁门接受美国军方的警告 不接受丘吉尔的建议 丘吉尔建议他把美军撤出苏联占领区 和换取苏联在波兰问题上合作 两者挂钩处理 丘吉尔反对美军从欧洲移调到太平洋 他也不予理会 丘吉尔气急败坏 英国军事战略家奉他之命 准备了一份与苏联在7月1日开战的应变计划 此计划代号命名为不敢想象计划 的确颇为恰当 因为英国军方心理上根本还未准备好 要和一个盟国反目交战 而同一时候 美国则寄望苏联军方在远东伸出援手 德国已经战败投降 苏联威胁仍只是个理论上的可能 西方盟国间似乎渐行渐远 我的爱人一定是我最好的朋友 只要爱上一个人 我必定疯狂 第一次约会 我绝不能上床 女人的爱情宣言 男人的葵花宝典 打住吧朋友 婚姻的谎言 我们听了太多 该直面真正的爱与性了 爱情妙论 夫妻生活的私人诊所 无需预约 随导随波 静雅思听 让智慧也动听 第三十一章 罗斯福去世之后 四 作者普洛基 译者林天桂 朗读者有意 丘吉尔一身要吵架的气势 苏联在波斯坦会议的一切立场 从德国赔偿问题和波兰西侧国界问题 到斯大林企图在达达尼尔海峡建立一座苏联军事基地 他无一不凡 他也驳斥苏联的新要求 即要求西班牙的弗朗哥政府下台 以及接管意大利在非洲的殖民地 斯大林的胃口越来越大 苏联野心所及的地理范围也越来越广 丘吉尔告诉斯大林说 我没有考虑到苏联希望在非洲海岸取得大块土地的可能性 如果确有此事 他必须与其他许多问题连接起来考虑 他也不满意苏联在东欧的政策 以及德国的苏联占领区和西方占领区日益分隔的状况 他私底下对莫兰医生说 德国作为单一单元的概念已经消失 我们现在有个俄属德国和英属德国 偏晓得他们的分界线是怎么化的 也不晓得他的经济或历史根据是什么 杜鲁门支持丘吉尔 但并不带劲 丘吉尔怀疑他是对不熟悉的事物反应迟缓 杜鲁门越来越欣赏斯大林 觉得他是个聪明诚实的人 斯大林高明的骗术又多添了一个受害人 苏方对新总统的谦虚朴实印象深刻 对他的智力就不太有敬意 莫洛托夫回忆说 他弹到自己时相当谦虚 他说 美国有好几百万像我这样的人 而我却成为总统 他弹钢琴当然并不特别出色 但也不坏 他的智慧远远不及罗斯福 差很多 杜鲁门并没有像罗斯福在亚尔塔那样扮演中间人 那已经超乎他的外交本事 也会为获制具体结果的任务 增添太多不必要的复杂性 他和罗斯福还有一桩不同的地方 他在意识形态上 并不反对把欧洲划分为势力范围 这一来增加了和斯大林达成共识的机会 杜鲁门和丘吉尔的同盟 却因丘吉尔在英国国会大选意外落败的消息 画下句点 投票于7月5日举行 让丘吉尔得以出席会议 但有几个选区延迟投票 英国十年来第一次大选的结果 直到7月26日才公布 波斯坦会议的全会休会 方便丘吉尔和爱登回国等候大选结果的公布 但在波斯坦没有任何人 尤其是丘吉尔和爱登本身 预料他们竟然回不来 到了夏天 原本在雅尔塔会议期间 对选情不敢乐观的丘吉尔 似乎已走出阴影 他在选战中和爱德里领导的工党激战 他声称工党的政见若是在英国付诸实行 需要有个盖世泰宝型的政府组织 丘吉尔以他的战时成绩做诉求 工党则前瞻未来 承诺推动充分就业 实行国营健保 选民却选择未来 工党上台后将为福利国家打造基础 丘吉尔落败的消息 对杜鲁门和斯大林都是一大震撼 回伦敦之前 丘吉尔告诉贝尔纳斯 他觉得很有信心会胜利 对于斯大林而言 他急欲与在他势力范围内的 东欧民主政府之代表 分享选举式的民主的此次教训 他在1946年1月告诉保加利亚政府领导人 有远见未必永远会成功 丘吉尔远比你们的机会主义者更有远见 但是他在柏林会议期间向我们担保 他一定会在国会赢得多数席次 爱德里方面只期待增加席次 从来没认为他的党会在国会赢得多数席位 的确很困难 你不能料中每件事 英国工党新政府领导人爱德里和恩尼斯特贝万 前来波茨坦继续丘吉尔的政策 但现在主动权已属于美国人 贝尔纳斯在杜鲁门支持下 向斯大林提出一个 形同瓜分德国及欧洲为两大区块的方案 为换取苏联同意把赔偿陷于他们的占领区 贝尔纳斯向斯大林及莫洛托夫表示 愿意承认波兰西侧国界 以西尼斯河为界 也可以承认苏联在保加利亚 罗马尼亚和匈牙利的傀儡政府 经过一番犹豫和讨价还价 斯大林同意 而这个协议也得到伦敦先负责人的支持 穆勒托夫日后向一位朋友解释其中的逻辑 波斯坦的主要问题是赔偿 波兰问题也很重要 美国人提出一个解套方法 降低我们和西方盟国的摩擦 原子弹已于7月16日 在洛斯阿拉摩外的沙漠试爆成功 但他对美国和苏联在波斯坦会议的行为 并无明显的影响 杜鲁门和贝尔纳斯依然希望苏联加入对日作战 会议开始时 斯大林确认了他在雅尔塔所做的参战承诺 并没要求盟国再做其他让步 杜鲁门向斯大林提到此次威力强大的新武器 但斯大林没有反应 这件事在会议上也没有公开讨论 波斯坦会议于8月2日结束 四天之后第一颗原子弹投到广岛 三天之后长期遭到第二颗原子弹的攻击 长期被炸当天 苏联军队大举开进满洲 斯大林抢在时机太驰之前供取他的战利品 他在波斯坦会议时还声称 苏联在8月中旬之前还来不及投入战场 而他的军事指挥官甚至更不乐观 波斯坦会议并没有如人人盼望 为战争带来确切的终局 欧洲新国界未受到国际社会 尤其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正式承认 隔了30年 要到1975年8月才在赫尔辛基签署协议 远东方面 日本从来没和苏联 获其继承国家俄罗斯签署合约 千岛群岛部分岛屿之归属问题 仍是阻碍两国外交关系全面正常化的大石头 波斯坦会议从来没有完全走出雅尔塔的阴影 他的许多决定 包括有关波兰国界 以及实质瓜分德国及欧洲的决定 都被认为是源自于雅尔塔会议 波斯坦企图延续雅尔塔 首先是没有罗斯福的参与 半途又少了丘吉尔 他的结果会遇参半 雅尔塔会议又何尝不是如此 雅尔塔被称赞有助于终止战争 为未来的和平凑合成功各种元素 他被批评为三年之后热切展开的冷战殿下基础 唯有把它放在他当时的时间脉络去考量 并且剥掉加诸其上的层层冷战神话之后 我们才能理解它真正的意义 沙漠 骆驼 弯刀 两河流域上空的明月 圆了有缺 缺了有缘 阿拉伯人心中 先知的神域始终营绕着曾经的帝国荣耀 随着一个叫铁木针的蒙古人马蹄升级 波罗的海和波斯湾人的脑海中 来自草原的恐怖记忆 从此 挥之不知 听帝国绝集与末路 听阿拉伯 蒙古 拜占庭 莫沃尔 奥斯曼的千古绝唱 静养思听 等你 一起出发 静亚思听 让智慧也动听 2005年2月4日 军仪队犹如六十年前一般 欢迎贵宾 立临 李瓦迪亚公 除了礼兵 少数六十年前在此提供卫兵保安生活起居服务的人员 也回到这里来以外 情况和1945年2月4日相似之处不多 这一次亚尔塔会议是命名为亚尔塔 1945年至2005年 从两极世界到未来的地缘政治的一场学术研讨会 亚尔塔和克里米亚今天隶属乌克兰 而俄罗斯是苏联的法定继承国家 主办单位 翘首以待 乌克兰总统 维克多尤仙科 或是俄罗斯总统 弗拉钦米尔普京的助词 却一直等不到 英美领导人也没有发贺电 祝贺大会成功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理由 忽视这个打造 现代世界会议的六十周年庆 历史学家经常把导向欧洲苏联集团瓦解 苏联的崩溃和新兴民族国家的出现的种种事件 视为历史的报复 但是亚尔塔所建立的欧洲各国国界 经历了1980年代末期 90年代初期的民族复兴 大体上并没变动 德国重新统一 但它的东侧国界并没有调整 捷克斯洛伐克略解为两个国家 但它们维持紧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所确立的国界 波兰以及立陶宛 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等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的国界也都不变 这些国家都继承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一部分波兰领土 亚尔塔定下的国界固然大体上维持不变 其决定的历史及政治后果 却继续缠绕着世界政治精英 2004年10月 德国国会反对党质疑 加里宁格勒州的持续军事化 加里宁格勒州原本是东普鲁市科尼斯堡周边土地 三巨头于1945年2月把它划给俄国 他们建议召开国际会议 邀请被破迁离东普鲁市的德国人之代表 一起来讨论他们称之为科尼斯堡州的地区经济发展 他们还建议成立一个立陶宛、波兰和俄罗斯的跨国合作区 称之为普鲁市 俄罗斯政府大为惊骇 俄罗斯外交部强调德国政府对这块俄国领土没有任何权利主张 他谴责德国政府重新掀起失去的领土的议题 日本方面 全国一向有共识 赞成收回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丢失给俄国的领土 日本政府从未承认失去千岛群岛南部 继续坚持索回日本人称之为北方领土的千岛群岛南部 2005年春天 日本国会通过了一项决议案 增加向俄国所讨的岛屿之数目 收复这些岛羽被视为是日俄签订合约的先决条件 日俄两国弃未签订合约 自从二战结束以来 这一直困扰着两国之间的政治文化和经济关系 2005年初 俄罗斯的西侧邻国波罗的海三国及波兰人 抨击俄罗斯政府未能就斯大林占领东欧表示歉意 他们之所以呛声抨击 是因为俄罗斯决定邀请世界领袖于五月到穆斯科 庆祝战胜纳粹德国60周年 欧战胜利不仅带来摆脱法西斯的解放 苏联也占领东欧及中欧40多年 这些被占领国家的领袖 现在决定提醒世人这段故事 并且在过程中鼓励俄罗斯面对其斯大林的过去 承认苏联及其共产党盟友在东欧犯下的暴行 美国对国际间此次热切辩论的响应 以小布什总统去莫斯科参加庆祝会途中 于五月六日在李家发表的演说为代表 小布什说 我们在庆祝六天前六十年前的胜利时 我们注意到一个吊诡现象 对大部分的德国而言 败战导致自由 对大部分的东欧及中欧而言 胜利却带来另一个帝国的铁腕统治 欧战胜利象征法西斯主义的终结 但它并未终止压迫 亚尔塔协议追随慕尼黑及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不义传统 强国谈判时 小国的自由再次受到牺牲 可是为安定而牺牲自由之举 却是欧洲分裂不稳定 中欧及东欧数以百万计人民遭到禁锢 我辈将永至不忘 它是历史上最大的错误之一 小布什批评雅尔塔协议在许多方面 乃是延续克林顿政府主要人物提出的历史观点 1999年3月 国务卿奥尔布莱特向东欧政府代表表示 你们的命运绝不会再像扑克筹码那样被人挚来丢去 奥尔布莱特的父亲原本是捷克外交官 在共产党掌权后逃到西方 事实上 奥尔布莱特是在展开他的副国武卿陶伯特早先所提出的论述 克林顿的这位同窗好友在1997年5月评论说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东边许多国家在雅尔塔阴影下忍心受苦近半个世纪 这个地名从此成为讽刺牺牲小国自由成就大国势力范围的代名词 犹如凡尔赛代表短视惩罚羞辱的和平为未来的战争拨下种子 有位美国政府官员后来透露 小布什总统在李家的一席话意在邀请普京为苏德互不侵犯条约道歉 如果确实如此的话 白宫的撰稿人显然估计错误了 小布什固然争取到新欧洲领袖的好感 却替自己的政府在国内惹来预期不到的麻烦 这篇讲稿把雅尔塔慕尼黑及德苏护不侵犯条约扯在一起 重燃共和党和民主党对罗斯福角色的旧辩论 批评罗斯福的人士原本就指责他把东欧出卖给斯大林 现在保守派的新闻记者和评论员称赞小布什讲了公报 承认可怕的事实 而自由派则指责共和党搞麦卡锡精神伏辟 民主党坚称雅尔塔会议只不过是承认事实 在克里米亚举行三巨头高峰会时 斯大林已经控制了东欧 柏林围墙拆除苏联解体之后西方接触到的新的历史资料 使我们更清楚地看到东欧乃至全世界 为1945年2月的协议所付出的庞大代价 但是这项了解并没有提升2005年这场雅尔塔会议辩论的水平 因为大部分的正反论述仍环绕着冷战时期的神话 丘吉尔在1946年3月5日 及雅尔塔会议结束后约一年的时间宣称 从波罗的海的斯德丁到亚德里亚海的里亚斯德 铁木已在欧洲大陆落下 在这道线之后 是中欧东欧所有古国的首都 华沙 柏林 布拉格 维也纳 布达佩斯 贝尔格勒 布加勒斯特和索菲亚 所有这些著名的城市及其周遭的军民 全落入我必须称之为苏区的地方 全都受到不仅是苏联的影响 还是非常高压的来自莫斯科的控制 这篇演讲为两年之后 东西阵营热切展开的冷战定了调 在新的国际和政治气氛中 雅尔塔协议成为共和党和民主党 对外政策之执行论战的战场 不同的见解使得雅尔塔出现许多神话 有人则被出席会议的代表 向斯大林出卖了西方利益 有些人则替他们开脱 大家几乎不可能采取冷静的态度 或是分辨神话和事实 从戴安娜去世到女王分后 从查尔斯续贤到威廉大婚 英国政治像演不完的宫廷剧充满荒诞 但白金汉宫的浮尘 无法遮掩威斯敏斯特的光辉 一部大宪章 一场议会制 一个日不落帝国 美国的范例 革命的例外 绵延千年的民主历程 民主是个技术活系列文章 技术层面看民主 古今纵横 华英国 静雅思听 让智慧也动听 雅尔塔 尾声 二 作者普洛基 译者林天桂 朗读者友谊 雅尔塔会议是个别领导人 及其相互冲突的议题之间的角力 也是处理国际关系 两条不同路线之间的冲突 罗斯福的政策 是自由派国际主义的具体表现 着重建立国际体制 和散布民主价值 他在雅尔塔必须对抗 两个主张现实政治的老手 斯大林从大国利益角度看世界 丘吉尔也是 只不过他也认真承诺 支持民主价值 把雅尔塔会议看作是外交上的失败 大体上是因为对早期的冷战失望所致 从1940年代末期和50年代初期的角度看 雅尔塔协议未能阻止斯大林占领东欧 也被指控为共产党在中国的胜利创造条件 苏联则分配到中国东北为其势力范围 可是如果说外交是可能的艺术 如果我们以当时的地缘政治和军事情势 来评断雅尔塔的结果 我们必须下结论说 西方领导人的成就 其实远比一般公认的成绩更大 有时候大家忽略了雅尔塔会议是一个战事会议 同盟国最终能够胜利 西方亏欠苏联极大 人类史上牺牲最惨烈的大战何时能结束 尤未可知 要获取胜利 西方领袖需要红军及其统帅 罗斯福尤其觉得他需要红军协助 迅速结束远东的战事 并且尽可能的降低美军子弟的伤亡 他认为在建立联合国上 非得取得斯大林的合作不可 也相信战后世界要安全和平 端赖苏联的配合 罗斯福和丘吉尔都体认到倘若不和斯大林会商 他们对东欧事物的影响力根本等于零 他们拼了全力要促成三巨头高峰会 斯大林不愿再举行一次三边会议的心意明显之后 丘吉尔于1944年秋天直接杀到莫斯科去见他 破解他的种种托词 罗斯福也做出最大的牺牲 尽管身体极差 仍然跋涉千里 一尊就教 是否因此行周车劳顿 使他游进灯窟 我们无从断言 但没有人能否认他是因素之一 到了雅尔塔 罗斯福和丘吉尔的谈判地位都很差 美英部队仍在德军的亚尔丁反攻作战之后整补复原 而红军已在德国首都七十公里之外的奥德河建立了桥头堡 虽然西方盟国从1941年秋天起 就对苏联对德作战提供了技术援助和空中支持 但直到1944年6月诺曼底登陆之前 盟军并无部队在西欧地面作战 而且盟军数量也远不及东线红军人数之半 欧战可说大部分靠红军支撑大局 以至斯大林控制了绝大部分的东欧 很快也将控制相当大的中欧 西方盟国在亚尔塔会议前夕的处境 以爱登的观察最为贴切 他说 我们没有太多东西可以给他们 可是我们向他们要求许多 西方能给斯大林的不太多东西中 包含承认苏联取得的领土 分派绝大部分的德国赔偿给苏联 考虑到西方盟国所能给的 以及他们交换得来的东西 其实他们的成绩出奇的好 特别是美国人 罗斯福获得他的两大目标 苏联承诺参加对日作战 以及加入世界和平组织 这些议题是斯大林有心合作的 或至少就联合国这个题目而言 使斯大林预备和罗斯福折中妥协的 他遵守承诺 并没意识到他在协助建立的 世界新秩序之基础 将以美国马首实战 英国的成绩也不差 特别是如何考虑到美国预备 把大部分激励给予苏联 同时英国有求于苏联者 则是东欧那片敏感区域 丘吉尔达成了他的一项主要目标 替法国争取到大国地位 也替这个军事疲弱的盟友 争取到了占领区 成为盟国控制德国的委员会成员 丘吉尔也能够封锁就赔偿问题 达成任何决定 因而阻止了中欧 起自内部的经济崩溃 英国战时内阁也很欣慰 推迟了对德波国界的最终决定 英国设法在没有牺牲 他在希腊或意大利的战略利益下 或是伤害他对海外领土的控制下 达成这个成绩 对战胜德国出力最大的苏联而言 也有他满意高峰会结果的理由 历经多年的国际孤立之后 他的大国地位终于受到承认 美国已答应大部分的德国赔偿 将分派给苏联 德国将裂解为许多国家 除了波兰之外 苏联对东欧的控制 并没有受到盟国直接质疑 斯大林也迫使罗斯福 接受他的政治条件 才肯加入对日作战 这一来 苏联可在远东取得一些领土 及建立势力范围 苏联在联合国大会多争取到两席 似乎可以避免他在这个机构受到孤立 最后苏联也回避了他不愿意讨论的问题 如伊朗问题 接下来是波兰 关于波兰的辩论 其实涉及到整个东欧的命运 苏联想在他的西侧国界建构一个安全地带 以一圈友好国家来取代两次世界大战期间 用以孤立苏联的隔离层 斯大林决心要控制波兰 这个在欧洲和苏联有最长的共同国界的国家 也是他安全拱门上的处使 他在雅尔塔强调波兰攸关苏联的安全 莫洛托夫在数十年后评论波兰团结工会的崛起 提到斯大林和他对波兰的态度 波兰的情势一向很艰难 我们和杜鲁门、哈里曼为了波兰不晓得讨论过多少次 我们不能失去波兰 如果这条线被跨越 他们也将会遏住我们 鉴于一般波兰人都把苏联看成侵略者 不失去波兰唯一的方法 是扶植一个由红军维持的傀儡政府 直接向斯大林本人负责 苏联在本地区的目标和自由选举绝不兼容 不能让全体民主党派在平等立足点上竞争 西方因为国内的压力 他对民主的坚持 以及希望在本地区有立足点 不能退让 这是地缘政治观点、意识形态和文化的冲突 亚尔塔会议无能为力解决他们 僵局对苏联有利 他的部队已经遍布东欧各国 修吉尔和罗斯福已经无法取得苏联保证本地区的民主 只能尽量的擦粉化妆 他们并不认为此次挫折是重灾大祸 因为他们从来没把亚尔塔当作是最后的和平会议 三巨头的确在波斯坦举行了一次高峰会 但是在关系破裂之后 冷战兴起 亚尔塔被当作是政治失败的象征 大家对亚尔塔持这种看法有一个重要原因 就是在亚尔塔决议公布之后 西方的波兰政治人物即大肆反对 从波兰的角度看 亚尔塔取走波兰的领土 波斯坦会议则从西边挖块土地 给予波兰弥补他在东边的师徒 提摩西加同艾许 在他那本讨论波兰团结工会运动史的得奖专书中提到 我初次到波兰时 不断听到一个怪字 我的新朋友叹息地说 友达友达 谈话随即陷入忧郁的沉默中 我猜想 友达是命运的意思吗 事实上 友达就是波兰人念亚尔塔的发音 好几个世代以来 这个字代表1939年9月第一个 揭竿而起对抗纳粹入侵的国家 竟然遭到西方盟国的出卖和遗弃 亚尔塔的负面移序在波兰感受最深 成为冷战时期在苏联控制下的东欧一项重要的政治论述 多子多福 却绝不是帝王之福 三十五个儿子给康熙带来的 除了烦恼还是烦恼 十五年的皇位争夺 给雍正留下的 除了噩梦还是噩梦 雍正登基 迷雾重重 欲知详情 请登陆静雅思听网站 静雅思听 让智慧也动听 西方盟国能在亚尔塔做得更好 从而免去东欧惨遭苏联七零数十年的厄运吗 人们脑筋里第一个浮上来的答案往往是 当然可以做得更好 当你想到波兰及其余的东欧遭遇的长期后果 你不禁会认为可以有更好的结果 你只需要记得在会议的最后文件当中提到 波兰政府改组时不够明确 魔鬼永远藏在细节中 讲清楚了细节 或许就能影响到苏联在本地区的行为 但是 西方民主国家真的能阻止斯大林想做的事吗 空口说话 几个字就能改变他的心意吗 针对西方在雅尔塔的外交找缺陷的人 立刻看到罗斯福和丘吉尔之间欠缺团结 不仅应对斯大林的方式不同 在谈判桌上处理许多问题时也不同掉 两位西方领袖透过不同的镜头看待战后世界 罗斯福的议题是全球性成立世界和平组织 在欧洲和太平洋争取军事胜利 并且在和大英帝国竞逐全球经济时 美国也要胜过它 欧洲则是次要的利益 一旦欧洲战场战事告终 美国将结束它和欧洲事务的牵扯 由于这个做法 斯大林比较像潜在的盟友 而不是竞争者 反之丘吉尔心心念念 以欧洲为重 他相信取得对地中海的控制 攸关大英帝国的继续存在 东欧国家的独立 攸关英国的安全 因为他将阻止苏联主宰整个次大陆 从丘吉尔的观点看 斯大林是竞争者 潜在的敌人 绝非盟友 斯大林握着王牌 两位西方领导人只能向他争宠 丘吉尔在1944年10月赶到莫斯科 背着罗斯福和斯大林协商 谈好把巴尔干划分为苏英两国的势力范围 到了雅尔塔 罗斯福还以颜色 也独自和斯大林就亚洲局势达成协议 拒绝在波兰问题和赔偿问题上 全力支持丘吉尔 丘吉尔弃恼罗斯福如此对待他 有时候还让斯大林渔翁得利 不是没有道理 但是罗斯福在雅尔塔如此对待 丘吉尔和大英帝国 也有他的理由 罗斯福扮演关键决策 担任全会的常任主席 他是个手腕灵活的政客 以诚实的中间人裁判罗斯福自聚 尽管在许多目标上 他大体都和丘吉尔同调 但他宁可用自己的方法达成目标 而结果也证明他的招数有效 西方盟国从苏联得到的让步 多数是两位领袖有共同立场的案子 即使如此 他们大多由罗斯福争取到 不是由丘吉尔争取到 罗斯福借着斯大林和丘吉尔的意见出入 设法取得正面进攻难以奏效的结果 虽然罗斯福自己在马尔他 避免和丘吉尔讨论共同对策 但他并不反对美英外交部长和军事将领 彼此之间的咨询商谈 他们就外交及军事战略问题 获制相当程度的协议 最明显的莫过于会议期间 吵得最凶的波兰和东欧的问题 西方领导人在会议期间 对于这项辩论一直团结合作 互相磋商战术 并与全会互相支持 他们直到会议进入第六天 才分道扬镳 因为罗斯福觉得 外交手段已不济世 这里有个大问题 那就是如果罗斯福采取不同的做法 在波兰问题上 不抛弃丘吉尔 坚持继续讨论下去 会是怎样的状况呢 我们没有办法确切地回答这个问题 然而并没有迹象表明 如果罗斯福丘吉尔坚守同盟 会议一直讨论到最后关头 斯大林就会让步 斯大林不反对继续讨论 但他预备讨论的是黑海海峡 和德国赔偿问题 不是波兰问题 防碍亚尔塔会议成功的主因是 东西双方深刻不同的地缘政治期望 而且彼此的政治文化也迥然不同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 有将近两年的时间 英国和苏联分属相对的阵营 要到1941年6月 德国进攻苏联之后 斯大林才加入同盟国 1939年的斯大林 和西方民主国家的领袖 具有相互冲突的目标 1941年 他们彼此目标未变 但有了共同的敌人 到了亚尔塔 他们面临艰巨的任务 打败共同敌人之后 要怎么协商好共同的目标 他们的旗舰 延伸到意识形态和政治文化 又因外交上的误判 和文化上的误会 而加剧旗舰 斯大林在德黑兰曾说 最好的友谊建立在误会之上 在亚尔塔 他们有太多的误会 而并不是所有的误会 都有助于营造友谊 罗斯福丘吉尔 以及他们精明的外交政策顾问们 相信或希望相信 斯大林愿意与西方更加合作 但是被莫洛托夫贝利亚等 政治局里的强硬派 逼着要和西方不友善 他们可说是大错特错了 生长于民主制度的他们 根本不了解斯大林 是政治局里头傀儡的主人 其实所谓强硬派同僚 有些是在随时会遭逮捕 家人被处决或蹊跷送古拉格 劳改的威胁下工作 罗斯福期待战后与苏联有友好关系 认为苏联领导层将需要美国的贷款 以重建其因战祸而受伤的经济 舒缓其人民的苦难 殊不知他又大错特错 从斯大林的观点看 人民受苦只是苏联模式 在全球胜利所要付出的小小代价 丘吉尔认为他可以信赖斯大林 当他提议瓜分巴尔干时 试图以斯大林能懂的语言和他沟通 他提议让斯大林在罗马尼亚 享有90%的影响力 英国仍可保有一些影响力 斯大林说好 可是事实上 他从来没有打算以百分比 来衡量他对一地的控制权 就像终止了天主教和日尔曼路德派教徒的战争的 1955年的奥古斯堡和平条约的设计是一样 斯大林以神学角度思考他的新领地 要确保真实宗教及共产主义新信仰的胜利 他必须在他的新领地之内确保绝对主权 西方领导人梦想以共识建立世界政府 不能接受奥古斯堡和平条约所定的宗教由国君决定的原则 丘吉尔对亚尔塔的结果非常失望 拒绝提供自己的任何具体材料 放进回忆录里亚尔塔这张 他的写作助理群只好从英国官方记录 及丘吉尔口述会议期间的一些译文当中 去找材料写成文章 我们从前苏联的秘密文件当中发现 斯大林是三巨头中消息最灵通 最有准备者 但是借由无所不在的间谍网 搜集情报了解对手的立场 以及本身高明的谈判技巧 并不足以使斯大林免于误判 他误判西方盟国的立场 就和他们误解他一样常见 当然也有些事是直接就估算错误 比如斯大林和罗斯福一样 认为英国在战后将维持 并加强他的大国地位 他认为英国是他在欧洲次大陆的主要对手 固然有些意识形态和文化上的隔阂 使他无法理解其亚尔塔来宾的动机 和预测他们未来的动作 这位和希特勒 里宾特洛夫交过手 练就一身外交本师的现实政治大师 根本不了解民主政治的本质 以及他对政治领袖的制限 斯大林对丘吉尔1945年夏天在大选中落败 非常困惑 这件事令他更不相信选举 他不了解舆论对民主选出的政治人物之力量 他认为西方领导人出于本身的利益 会同意瓜分欧洲 不理会他对波兰在野民主派的弹压 就好像他不干预英国在希腊镇压共产党一样 当西方政府抗议苏联在波兰的行为时 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真的很气愤 他们对于不得不和资本主义小偷签署的 有关欧洲解放地区的宣言评价也很低 他们从来就不信任资本主义者 也没有意愿在日后信任他们 在每一篇内容的选择上 我们始终精益求精 不贪图数量的多少 不迎合世俗的趣味 坚持只把最有价值 最值得阅读的内容提供给您 不浪费您的时间 不利用人性的弱点牟利 做您一生的朋友 而不是一时的玩伴 这是我们的信仰 静雅思听 让智慧也动听 对于斯大林在东欧的新兴帝国 罗斯福和丘吉尔还有什么其他的选择方案呢 他们的选择其实不多 他们可以谴责斯大林的行为 不和他往来 以及摒弃他 否定他的国际正当性 他们也可以维持对话 寻求逐渐改变 绝不关上门 期待本地区的民主发展 由能存活 选择第二条路的代价是 任公开场合上 对令人发指的侵犯人类自由之行径 莫不作声 赋予斯大林对东欧的治理若干程度的正当性 选择第一条路的代价 则较难估算 西方领导人可以实行它 又不危及他们的军事同盟和伤害到对德胜利 但是战后和苏联的任何关系也完了 罗斯福势必放弃 以联合国之类的国际组织为基础 去建立新世界的梦想 它也将意味着把半个欧洲让渡给斯大林 使得西方不再有杠杆可影响局势 并且在冷战成为不可避免之前就先启动冷战 还有另一个选择方案和苏联开战 丘吉尔及下令要做好准备计划 则连英国军方也觉得不实际 西方盟国选择了第二条路 不关上门继续试图扭转局势 英国出席亚尔塔会议代表团团员 后来在冷战时期担任驻苏联大使的法兰克·罗伯茨爵士 日后归纳决定冒风险继续交涉的这一派人士的感受 他说 我们可以说不 我们不干 俄国人还是会我行我素 或许你可以说不必如此啊 可以安排一些波兰人回波兰举办选举 那是另外的选择方案 我们可以继续承认波兰流亡政府指责样样事都不对 但是我不认为这会是比较好的立场 它可以让我们大家好受些 如果我们不是像这个恐怖的斯大林让步的话 但是实际上我实在看不出它会有什么好处 最后西方盟国总算成功的让若干民主领袖回到波兰 他们希望及此次温和的成绩再往前推进 这个想法并不若冷战时期觉得的那么天真 苏联的档案证据和近年来对这个题目的研究 表明在雅尔塔会议时 斯大林还未决定要怎么处理东欧 直到1946年5月 他还告诉波兰领导人说 列宁从来没说 除了无产阶级专政之外 没有别的道路可通往社会主义 他承认有可能利用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基础 如国会抵达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 在1945年2月关闭所有的沟通管道 放弃一切已有的影响工具 将是比雅尔塔西方设计师所遭受批评的各种错误 更加严重的错误 罗斯福和丘吉尔在雅尔塔的策略相当稳健 有个证明 那就是会议已过了数十年 我们已能印证其利弊得失 可是从新的档案资料 及汗牛冲动的研究 我们依然艰难针对他们采取的路线 建议任何其他切实的替代方案 当然还有别的可能性 但是他们搞不好 在现有的战争尤为结束 就先惹出新的战争 戈培尔藏身 在雅尔塔的路线 这些替代方案被两位西方领导人 视为行不通的路 他们决心领导其国家 以及受难已久的世界迎向和平 鲍林从雅尔塔写信给凯南 谈到他提议瓜分欧洲为两半的构想 他说这样的外交政策 在民主国家办不到 冷战时期批评亚尔塔协议的人士 或是赞同亚尔塔协议的人士 提出一连串的问题 这些问题持续影响今天人们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认知 罗斯福是否因为病情严重 影响到他在亚尔塔的谈判 且二巨头是否密室协商把欧洲瓜分为势力范围 是不是西方的自私政策 一边不准苏联沿着国界建立安全地带 一边自己却控制西欧维持自己的帝国 才导致雅尔塔协议的失败和冷战的出现呢 这些相互抵触的问题充斥在冷战年代 经常带有党派立场的历史文献里 冷战的结束加上苏联档案的开放 使得人们可以重新寻思旧辩论 我们可以借由更了解斯大林及其部署 如何善用他们在西方部件的间谍网 掌握盟国动向 他们如何看待其伙伴 他们的地缘政治目标为何 他们如何评估谈判的结果 他们是否有意遵守承诺等等 来理解这些问题 罗斯福总统可能因坚持全城开完会而付出最高的代价 但美国若是由一位更年轻更健康更有活力的领袖代表出席高峰会 美国和英国的成绩就会更好吗 罗斯福的疗鼠们否认他在雅尔塔期间身体差 会后也不承认总统身体不好 基于个人理由或政治理由 他们不想看到其他不是那么亲近总统的人士 所看到的罗斯福衰老的迹象 今天我们知道 罗斯福总统在雅尔塔期间身体差的情况 大部分来自英国 与会人士的观察 当然他们不是完全不偏不倚 他们拿罗斯福身体差来解释 美英关系冷淡 其实美英关系冷淡 恐怕应由大英帝国国力衰退这个角度去考虑 观察罗斯福在雅尔塔行为的人士 大部分似乎认同一点 尽管他明显衰弱疲惫 但仍然彻底掌握讨论的主题 会议期间 罗斯福展现出他结盟 交涉操纵的招牌功力 以便达成他的主要目标 在雅尔塔 当他在某个重要议题退让时 并没有明显违反他本身早先立场 或未跟顾问先商量的状况 而且罗斯福在雅尔塔的立场 和他在德黑兰的立场 前后相当一致 他的确累了 催促会议早点结束 但他并没有在达成主要目标之前 就离开雅尔塔 另一个根深蒂固的神话 如果不完全置之不理 就应该仔细再检查 这个神话源自支持戴高乐的人士 他们声称三巨头在雅尔塔决议 把欧洲瓜分为势力范围 没错 在雅尔塔大部分的谈判 是基于一个假设 斯大林有权力在和苏联 毗邻的国家 拥立友好政府而进行的 但是罗斯福和丘吉尔 都强烈反对东欧共产化 竭尽全力阻止 日后丘吉尔所谓的铁幕 一个排斥西方 且在境内消除殆尽民主痕迹的 高度受坚实的边境线之出现 其实从会议记录 罗丘斯三人的通信 以及盟国外交官的后来的行动 都可以证明 造成会议期间及会议之后 关系紧张的 是他们不能就瓜分欧洲 达成协议 如果要找个高峰会议 承担冷战时期欧洲分裂对峙的 骂名应该是莫斯科会谈或波茨坦会议 而不是雅尔塔会议 1944年10月的莫斯科会谈 丘吉尔和斯大林协商后 瓜分巴尔干 到了波茨坦会议 美国新任总统在贝尔纳斯建议下 接受划分德国为四个占领区的协议 并表示西方愿承认斯大林 在东欧的傀儡政府 罗斯福和丘吉尔在雅尔塔同意苏联 在中国东北建立势力范围 但要到波茨坦会议 美国和英国才默许接受斯大林控制东欧 雅尔塔关于远东的协议 原本被批评秘密进行 背弃了美国的盟友中国 但是罗斯福和斯大林在雅尔塔的这项秘密协议 最受紫意的是大家认为没有必要拉苏联加入对日作战 这项论证的根据是 苏联于1945年8月参战时 美国已经拥有原子弹 也向日本投掷了两颗 然而在1945年2月 并没有人预测原子弹是否能制造出来 是否有用 以及它对战争可能会有何影响 美国军方估计攻打日本 美军伤亡人数将有数十万人之多 杜鲁门在原子弹第一次试爆成功之前几天 就启程前往波茨坦 当时仍以苏联加入对日作战为第一有限 有些历史学家今天就颇有说服力的主张 苏联参战至少和原子弹有同样的重要性 影响到日本决定投降 他写书房 背包 枕头 碎花裙 其实他写的是女人 他写树木 香料 茉莉 大白菜 其实他关心的是细节 知性美女作家黎哥 继大师速写之后 带给我们一段更为私密的文字 女人细节笔记 让我们一起在这阳春三月品花香 吃花茶 聊花式 物语明媚 敬雅斯汀等你来 从戴安娜去世 到女王封后 从查尔斯续贤 到威廉大婚 英国政治像演不完的宫廷剧 充满荒诞 但白金汉宫的浮沉 无法遮掩 威斯敏斯特的光辉 一部大宪章 一场议会制 一个日不落帝国 美国的范例 革命的例外 绵延千年的民主历程 民主是个技术活系列文章 技术层面看民主 古今纵横 化英国 雅尔塔 尾声 五 作者普洛基 译者林天桂 朗读者有意 仔细阅读 苏美英有关雅尔塔会议的记录 以及与会人士的日记回忆录 有助于扫除另一个冷战时期的神话 所谓斯大林背叛了天真 现任他的西方领导人及外交官 大部分与会人士晓得 许多人事后希望快快忘掉的事实 就是对于波兰问题 并未达成各方皆满意的协议 卢斯福接受苏联改组波兰政府的主意 但是未能确保这个改组 会导致民主的结果 他设法在会议最后的文件中 弄个说法来掩饰这个事实 雅尔塔之后 斯大林坚持他对文件的诠释 西方领导人也坚持他们的诠释 有关欧洲解放地区的宣言 原本是一份防止大国干预欧洲小国事务的文件 把它变成只是意向声明 西方领导人允许斯大林不理采齐原则 问题在于斯大林并不是唯一不甩无视宣言的领袖 丘吉尔在意大利及希腊的政策也不理会这份宣言的原则 这和他在伊朗及大英帝国海外属地不理睬大西洋宪章可谓如出一辙 英国违背宣言的程度固然有别 但他们的不遵行世人皆知 苏联档案开放以及根据他们做出的新研究 也帮助我们打破另一个冷战时期的神话 这个神话说 狡猾的西方大国占了天真的苏联领导人的便宜 苏方只要求受平等对待 可是尽管苏联牺牲惨重 仍被猜疑 在新证据之下 这个说法根本经不住考验 斯大林根本不是天真的理想主义者 力争国际间的正义 他以最残暴的手段玩他的游戏 他派间谍渗透盟国政府 有时候甚至比西方领导人更早读到盟国的外交文件 在伙伴中漂泊离间 一有机会就向他们说谎耍诈 斯大林其实是个没有完全脱下革命意识形态的帝国政府者 他把他的盟国视为无可妥协的阶级敌人 对付阶级敌人可以无所不用其极搬出任何斗争方法 他的势力范围要用暴力去保护 要用恫吓 监禁和铲除敌人的方式去维持 他在国内已经用恐怖手段经济了政治控制 现在他决心把专制输出到邻国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 雅尔塔是否应该为掀开冷战负责任 毫无疑问 雅尔塔是走向大国关系紧张 何止毁灭威胁这样一个不安全的世界之踏脚石 随着会议之后的初步兴奋 与会人士在各自国内及国外都过度夸大了会议结果 而转化的失望 明显的替战时盟友关系转折画下一个转折点 但是我们不因过度高估发生在冷战开始之前三年的 这一桩事件的重要性 这三年期间发生了波斯坦会议 广岛遭原子弹轰炸 以及苏联确实控制了整个东欧 大国最高层之间多次重启谈判 确告失败 而今因为原子弹的出现 使得局势更加的混沌和复杂 现实在改变 辩论的动态也在改变 雅尔塔留下许多没有解答的问题 世界领袖们没有太多的选择方案 但是导向冷战的主要决定是在雅尔塔会议之后才坐下 假如认为西方领导人在雅尔塔时除了会议实际实行的决策之外 他们还有有限的但仍可行的替代方案 而他们的继任人并没有 那就错了 雅尔塔的决定并没有捐刻于今时 有些决定虽经由与会人士共同同意 在会议之后很快就重新谈判或是放弃 譬如瓜分德国的方案 是因为战后领导人没有能力谈判出比雅尔塔达成的更好的协议 才使全世界指着雅尔塔说它是最后的和平会议 也是冷战时代许多困难的源头 随着时间逝去 雅尔塔变得比他的与会者所希望的更加重要 这其中有政治的现实 也有历史的神话 在他们心目中 会议事实上只是通往和平的漫长道路上的一个小站 在进展中的任务是何等艰巨 罗斯福不仅在雅尔塔监库交涉时有这样的理解 在紧跟在会议之后深刻的外交危机中也是如此认为 1945年4月11日 也就是他撒手人寰的前一天 他向秘书口述了一篇演讲稿 预备在4月13日 杰弗逊总统诞辰纪念日发表 他说 朋友们 重点是和平 远胜过结束这场大战 结束所有战争的开端 是的 结束 永远结束这种政府之间 以草菅人命解决歧见的不实际做法 在美国历任总统里 或许没有人比得上尼克松 最渴望从雅尔塔的经验学习教训 1972年6月 尼克松和列昂尼德·伯列日涅夫签署了第一期战略武器限制条约之后回到美国 脑筋里盘旋的就是雅尔塔 尼克松是雅尔塔会议之后第一个踏上苏联领土访问的美国总统 回国之后也访效罗斯福向国会提出项目报告 尼克松于1972年6月1日向国会报告说 在莫斯科他们见证了始于1945年的那个时代开始终结 隔了不久的6月16日 也就是五名小偷准备闯入水门大厦民主党总部之际 尼克松前往巴哈马 随身带着丘吉尔回忆录 胜利与悲剧 其中就有专章谈到雅尔塔 他的心得是 我们不能再重蹈历史覆辙 雅尔塔导向关系改善 但旋即急转之下 读了雅尔塔 令人眼眷叹息 不是为了我们在雅尔塔所同意的而叹息 而是叹息苏联不能遵守协议 产生此后所有的问题 尼克松和其他批评雅尔塔的共和党人不一样 他晓得要和苏联谈判 谈何容易 因此不忍责备罗斯福及其顾问在会议上的表现 他基本上接受丘吉尔对雅尔塔协议的诠释 好好的协议被斯大林给毁了 他也从雅尔塔学到一项政治教训 和苏联交手时千万莫夸大成绩 因为结果或许是灾难 但是要从雅尔塔学的教训 或许不仅是在向国内兜售国际协议时 该用什么样的政策策略 还要注意外交决策的道德层面 精彩图书不翻页 动听音频无限播 汇聚历史 军事 文化 经管 传奇等各领域经典图书 一张光盘 带你寻古问津 体察东西 听 静雅思听 书生系列光盘 听 文字 在歌唱 当两位民主国家领导人在雅尔塔选择不多 只能尽全力斡旋时 他们为了战后和平被迫付出的代价 不仅从地缘政治 即使在道德或人命上而言 也是十分高昂的 他们在雅尔塔的一部分牺牲落在言辞面 而另一部分则是把民主信仰的本质 全都赔上去 两人 尤其是罗斯福都违背了自己的原则 他们同意重化国界 没有征询相关政府及民族的意见 就强迫千百万人迁徙 他们同意遣送苏联战俘回国 即使这些人会遭到监禁甚至死亡 丘吉尔对此心知肚明 罗斯福对巴尔干分割为英苏的势力范围 装聋半雅 而且相当乐意让苏联在亚洲分到一块势力范围 甚至他从来没有公开反对对斯大林统治欧洲表示异议 从和亚尔塔会议相关的历史文件中 我们看到罗斯福是帝制总统的真正创始人 一手主导外交政策 把国务院贬为只是执行白宫制定的外交政策之工具 结果是 不仅美国外交政策和罗斯福及其世界观紧密结合 而且除了总统本人之外 再也没有人有能力进行此次三边外交运作 等到他促势 这样的运作也就无可避免地戛然而止 罗斯福创造出一个体系 美国在其中承担起调停者的角色 对世界事物发挥前所未有的重大影响力 罗斯福死后 三边竞逐变成了两极对抗 而且因为大战结束之后 十年大英帝国的日趋示威 两极对立一发严重 就和任何战争一样 任何和平都不会是独木剧 它会有始有终 有起有落 有英雄 也有恶棍 它也有代价 诚如雅尔塔显示 不论民主国家的领袖如何认真 和独裁极权政府结盟 总得要付出代价 如果你支持这样一个权宜的盟友 建立他的力量 要再牵制他 可就不容易了 除非同盟是直击于共同的价值和原则 一旦当初的冲突过了 敌人的对手很可能成为你的敌人 任何人若认为民主国家只应该和民主国家结盟 或者认为未来的结盟一定要以共同价值为唯一的基础 他们一定也觉得世道险恶 这个世界太复杂 太危险 但是雅尔塔证明 要达成共同目标 民主国家非得团结不可 不仅和敌人之间 即使伙伴之间 也一定会有意识形态和文化上的歧义 雅尔塔就是一个例证 要是同盟能顺畅运行 以及避免过高的期望 一定要了解这些歧义 男人为什么长乳头 为什么说越想越胖 减肥为什么会这么难 为什么人会秃顶 抑郁症到底应该怎么治 包皮到底是割还是不割 生命八卦 用八卦的眼睛看生命科学 有味有趣有料 别错过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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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